華爾街日報週日 披露一份先前未公開的美國情報報告 指在2019年11月 即中共病毒在武漢爆發的前一個月 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人員 出現嚴重病情並去醫院救治 這份報告 預期會加劇國際社會的質疑 病毒是否是從實驗室洩露出來 特朗普政府卸任前夕 也曾發布一份國務院簡報 稱武漢病毒實驗室有幾名研究人員 在2019年秋天患病 症狀類似於新冠病毒和普通季節性疾病 針對華爾街日報的最新披露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週一出面否認 對於病毒起源問題 白骨發言人普薩基 周一批評中共政府信息不透明 令到外國調查專家無法獲得全面數據 中共病毒是否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越来越受到国际主流医学界和政界的重视 美国前疾控中心主任 罗伯特·雷德费尔德 3月曾表示 他认为病毒是从武汉研究所走出来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上周亦指出 有重大间接证据显示 中共病毒泄露自武汉病毒研究所 此外 美国国家过问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日前亦一反之前的态度 称不相信病毒是自然发生 周二世界卫生组织一年一度的世卫大会登场 了将讨论对疫情起源的下一阶段调查事宜 世卫赴中国调查的小组 3月曾报告说 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一说极不可能 不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费当时却表示 调查小组对于这种可能性的调查并不充分 他要求做更全面的调查 新唐人记者金石纽约报导 新唐人记者金石约报导